倾听故事,感悟成语。 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遇见成语》。 我是紫月。 今天我们要遇见的成语是 安如泰山。 分开来慢慢朗读。 安如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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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是指安稳、稳固。 如指如同泰山。 安如泰山。 安如泰山字面的意思是说 安稳得如同泰山一样。 它泛指稳固而不可动摇。 安如泰山最早出自于 汉代梅城的尚书建吴王。 原文说 便所欲为 亦于凡长 安于泰山。 意思是说 如果您愿意改变现在的做法 将会容易地向翻一下手掌。 您的地位也会比泰山更加稳固。 梅城是西安的怀音人。 也是汉代著名的文学家。 在汉景帝时 他在吴王刘碧的府中 担任郎中。 吴国是当时诸侯中的大国。 吴王刘碧野心很大。 他对中央政权也心怀怨恨。 所以他暗中图谋叛乱。 当时 汉景帝任用了 富有才能的政治家 曹措为御史大夫。 曹措主张 削减各诸侯国的领地 加强中央的权力和威信 以便巩固国家的统一。 刘碧看到了一些诸侯王 纷纷地被削减了土地 知道自己也在所难免。 于是便联络了 楚、赵、焦西、焦东等国的诸侯王 阴谋叛乱。 梅城清醒地 看到了刘碧所做的一切。 知道他再这样做下去 不会有好的结果。 于是就写了 上书见 吴王 来劝导 刘碧。 他说 您要是能够 听从我的话 那么 一切的灾祸 就可以避免 但如果 您一定要 按照自己的想法 去做 那么 那么 要比 雷叠鸡蛋 还要危险 比上天 还要艰难 不过 如果 您能改变 现在的主意 那 会比翻一下 手掌 更加容易 您的地位 也会比 泰山 更加稳固 刘碧 看到了 梅成写的 上书见 吴王 不仅 没有 听从 他的劝说 反而 加紧了 自己的 阴谋活动 梅成 知道自己 无法改变 刘碧的想法 只能 离开 吴国 到了 梁孝王府中 去做了 宾客 公元前 154年 刘碧 联络了 楚 赵 焦西 焦东等国的 诸侯王 以 清理皇帝 身边的 奸臣 杀掉 朝措为名 发起了 叛乱 史称 吴楚 七国之乱 糊涂的 汉景帝 听信了 刘碧的谗言 杀了朝措 并向 其他的 诸侯王们 表示了 歉意 这时 梅成 又写了 上书 重建 吴王 劝说 刘碧 停止 现在所做的 一切 可 固执的 刘碧 还是 不肯 回头 最终 汉景帝 发现了 刘碧 所做的 一切 便率 大将 周雅夫 率领 军队 打败了 吴国的 叛军 葛 诸侯王 不是自杀 就是被汉朝的军队 所杀害 而 吴王 刘碧 也在逃跑的途中 被杀掉了 这场叛乱 仅仅持续了三个月 就彻底的失败了 在这次战乱平定以后 梅成因为写了 上书见吴王 而声名大振 后来 汉景帝的儿子汉武帝 即位了 于是便派人 征召梅成 进京做官 可惜 他在进京的途中 因病也死掉了 在这个故事里 安如泰山 是梅成 劝说刘碧 停止他的叛乱 如果刘碧 可以停止叛乱 那么 他的地位 就会比泰山 更加稳 故 还有这样 一个故事 相传 在战国时期 有一位 著名的大臣 名叫 快溃 他以忠诚 勇敢 和正直 而著名 有一天 快溃 来到 齐景公的面前 齐景公 为了考验 快溃的 忠诚和正直 便故意 将一匹马 办成了 一头路 然后 问快溃 然后问快溃 你看 这是不是 一头路 正直的快溃 回答说 我不敢 不敢欺县 不敢欺瞒皇帝 您 这是一匹马 而不是一头路 齐景公假意地板起脸 和快溃说 你看那明明就是一头鹿 快溃再一次仔细观桥 回答齐景公 说我依然认为那是一匹马 而不是一头鹿 皇帝陛下 您是明世里的人 我也是忠诚的臣子 如果我不对您加以纠正 那么是我的罪过 齐景公听到这一切 哈哈大笑 十分感动 他对快溃说 你的忠诚和正直 就像泰山一样稳固 不可动摇 你是真正的忠臣 在这个故事里 安如泰山 是齐景公为了形容 快溃成快溃中成正直的优秀品质 接下来再来回顾一下 今天遇见的成语吧 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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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 泰 山 安 如 泰 山 最后再来用安如泰山 造一个巨吧 经过这次情势的变化 他原本安如泰山的地位 开始动摇了 经过这次情势的变化 他原本安如泰山的地位 开始动摇了 今天的遇见成语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 就请点赞订阅吧 我们下回见 我们下回见